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这个 选着我家新出的唇蜜 那它这个唇蜜的话 我现在嘴巴上用的就是 其中的一个颜色 我买了两个色号 然后当时我有看中的是一个橘色 我记得应该是412 等一下 412好像 还有一个420 它是一个眉紫色 就非常深的一个暗红色 和一个很橘的颜色 我觉得那两个颜色 就是试在我嘴巴上都很难看 特别是那个眉红色 就很像中毒了 但它的橘色有点偏橘 所以说如果你皮肤不是很白的 就不要去尝试 那我买这两个颜色 我觉得对黄皮 还有就是 其实应该是对各种皮肤 都很友好的 第一个是这个416 就是模特上面 就是主打的一个颜色 还有一个418 它是有点红色的 然后我嘴上现在用416 我已经就是快美了 所以我就再试一点 再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次它整个唇膏设计 就是雾面 然后磨砂的 然后它涂上嘴巴 也是雾面磨砂的感觉 那我特别推荐这个颜色 就416这个色 我现在试着 它是这种 粉粉的那种颜色 然后 有点纱红橘吧 然后它们家这次就是唇甲两用 所以说就是脸颊上 就是一样的可以涂这个唇 怎么讲 这个唇用 非常非常好涂开 我先给大家试在手上 那个颜色吧 然后我再抹在脸上 给大家看 就这种颜色 然后上脸给大家看 你看它很好推开 就很好晕开 涂一点点在脸上 因为我脸上已经有点晒红了 所以就是 你涂的话就是一样的颜色 它是一个色调的 跟你的唇 所以就非常好看 然后超好晕开的 然后晕开颜色就是这样子的 超美的颜色 很推荐大家可以录录看 这个颜色 下一个颜色是一个红色 418 我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区别 先给大家看一下 418就是这个红 你可以看到它是比较红 然后你看它就是比较粉一点的 然后这是偏红一点的色调 然后我现在试这个红色 给大家看一下 先擦掉一下 也可以叠加 因为我今天出门 就是有叠加 就在那个粉色上 再叠加一点这个红色 就会显得气色更好 然后塗上去 它这个质感超好的 很丝滑 那个整个质感非常喜欢 它是偏红一点的 那刚才是偏有点粉一点的调的 然后一样是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就是粉粉的红就不会像有些正红啊 就特别红 这个不会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一样的就是抹开 超好晕开的有没有 就是它设计的很好 然后一样的就是抹在脸上给大家看一下 好像脸上应该超红的 因为它这个是很红的一个颜色 就如果大家想要用这么红的抹第一次就不要抹在脸上 然后我这个是叠加一下 对超粉的 就超红粉的那种感觉 好我没有读太多 因为我怕涂成好屁股 现在镜子看已经很红了 对 然后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这418和416的颜色都超好看的 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 诶在哪里 等一下 我的416 哦在这里 416 就是可以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416和418这个颜色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去那个装柜 因为我好像是member吧 然后他有就是给email过来说可以 嗯 拿一个lipstick的sample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子的sample 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颜色 416 416就是我嘴巴上的 嗯 没有可以试的颜色 我本来因为它是给这个系列的可以试的颜色 然后416就是刚才那个主打色 我已经试过给大家了 我现在嘴巴上418嘛 刚才416 嗯 那没办法试 就是我想本来想试别的颜色可以给大家看 然后这些就没有办法试了 嗯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底下跟我留言 不要忘记订阅我频道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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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